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知道长沙有三宝 美女 美食 芒果台 但却不知道长沙是全球唯一一个 同时拥有四个世界级别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城市 名副其实的工程机械之多 自2010年起 湖南工程机械规模手自超过江苏 广东 做上了行业头把交易 连续保持全国第一 长沙旗下有四大金刚 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 铁剑重工 山河智能 他们你追我敢 堪称钢铁直男 1994年 三一重工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排量 高压力混凝土输送泵 1998年 国产第一台37米混凝土输送泵车 在三一重工下线 三一重工还研制了世界第一台全液压平地基 第一台三级配混凝土输送泵 第一台无泡力轻沙江车 同出一城的中联重科也不甘示弱 研发出我国第一台机械式混凝土泵 第一代蓝锁起重机 第一台震动型压路机 至于铁剑重工 自主研制了全球首台 永磁电机驱动钝狗机 其产品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目前湖南可以生产12大类 100多个小类 400多个型号规格的产品 承包了全国工程机械品种总类的70% 产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3% 占全球总量的7.2% 产品覆盖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 长沙的重工标签贴满了全球的建筑领域 那么问题来了 长沙为啥那么强 局长看来 这无外乎天时地利人和啊 先看天时 最近20年 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 铁路公路住房建设加快 国际上对技术含量高的 新型施工设备需求也在增加 长沙抓住了机遇 引进吸收再创新 推出了一代代的工程机械产品 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也成就了自己 再看地利 建国初期 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 国家将众多工业往西南迁移 原本承担兵器制造的湖北汉阳兵工厂 被坐落在湖南的江陆机械厂取代 湖南的工程机械的产业基础 由此建立 1978年 原来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建筑机械研究所 又签至长沙 这位长沙带来了一大批工程机械业的科研人员 专家打下了科研基础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人和 21世纪什么最重要 葛大爷早就说了 人才 很多人不知道 湖南是中部地区 教育资源最丰富的省 长沙拥有25所大学 11所一流科研院所 并且有3所是985院校 这让其他的几个中部省会城市羡慕无比 科教新国 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 铁剑重工 山河智能 这四大金刚 都是与湖南的产业基础和科教资源密不可分的 湖南长沙的挖掘机制造 享誉全球 这既是中国中西部省份崛起的代表 也是中国制造70年巨变的一个缩影 在上个世纪末的中国 中国工程机械设备 几乎是清一色的海外军团 面对国外技术的严密封锁 长沙的工程机械企业 从零开始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 突破国外的技术壁垒 实现了今天傲人成绩 长沙的发展 不是建立在土地财政之上的虚假繁荣 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 真正从实体制造 科技创新中走出来的 为出有才 于私为胜 湖南长沙 乘风破浪吧 提到长沙 臭豆腐还是挖掘机 香妹子还是芒果台 评论区留下你的第一反应 本期节目告一段落 关注郑解局 带你长姿势 喜欢的朋友一键三连 郑解局 郑解一切不明白 下期再会 获取更多郑解局深度作品 可微信搜索 关注同名公众号 郑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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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 有顽